以及我们的邱署长 我们邱部长跟邱署长 委员好 署长好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 我们人工生殖的这个部分 那我听我们委员的意见 我记得说我们人工生殖的这个部分 真的我们要把它真正的 在法言上面有一个医疾 那在我其实比较赞成说 在那个婚姻的这个部分 我们江张伟所提的这个 有婚姻家庭的生活 需求需要有孩子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现在我们多元家庭 已经也在主张这样要立法 那我觉得是这个 我们还没有先进到这样的一个国家 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希望说朝我们这个 有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有这样的一个人工生殖的 这样带领一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在一个带领一母的想法 我想说如果说要用那个 这个说用护制的 用佛祖 好像说来帮忙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不是很理想 这只是我们一单方面在想说 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去执行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没有我们想象 这么理想 但是这个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理想的话 那需要说家庭如果说真的是结婚之后 多年真的要想要有一个孩子 那我们当然也想说给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中间的话 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 那个华的游戏规则 那我们要一起给他规范的实时的老奖真的是这样也推 推动不了 是不是这样 市长是不是也推动不了 是 谢谢委员 不过这个五长我刚才有说明就是他还是要负担相关的成本跟风险 是由委托者来负担 所以国外的经验这样可能也有可能要涉及到数十万元的台币 可是呢 如果这个帮助别人代孕的人 他认为说他其实也还OK 那这样的话或许那个经费又少一点 所以他有一个弹性的空间 对那个经费应该给的 如果说这个你请我宴嘛 对不对 这个如果说你给他一点补助的这样一个费用 当然是非常非常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合理的 但是我们在做 比如说我们是 额外的报酬这样子 那在十个月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工作啊 这个十个月的中间他要照顾好他的身体啊 这真的是需要给他一点费用是没有做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 对那我们是比较担心的说 仲介来介入来经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媒介 我们是担心这样吗 没有在国外其实发现如果有一个居间的这个机构 不论他是收费的或者是免费的 如果有一个这样严谨的评估是有助于避免产生纷扰的 也避免说有人去找了一个可能是他家的外劳 然后去欺负他或什么 这个是可以透过一个居间的机构来减少这一类的风险跟纠纷 这样是因为这个如果说真的我们在这个目前的话 我们自己本我们国家这样自由旨意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刀方向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老实讲 这对这些有需求的 那老实讲我们尊重他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那现在在扫子化的这个区块 这个也可以来协助一下 真正可以照顾小孩子的这个家庭 好不好 那在多元的这个部分 那有委员体的这个部分 老实讲我也是尊重 尊重大家拿出来讨论一下 好不好 那我再来那我请那个部长 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一直在关心食安的那个这个部分 还有关心我们这个吃的部分 还有那我发现我们现在冷了之后 那H7N9的这个部分好像又在开始流行 那您在这个部分您有什么比较好的感觉 这一季里面大概H7N9总共有八例 那么其中呢比较特别的在香港两例 都在香港是不是 香港这两例呢 六例在哪里 六例其他广东啊附近 在香港跟广东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比较担心的这个就是我们疫苗的这个部分 我们到底人体试验这个部分通过了吗 疫苗你要有疫苗吗 因为这个是没办法来停止的 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来停止的 这个现在全国的全世界的疫苗 以美国的进展最快 那已经phase1已经做完了 那么已经将进入phase2 大概明年大概三月或几月就可以出来 那台湾的国光也在进行 那现在还是在phase1 那大陆也 那H7N9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人体试验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过 那就是现在 就清楚一点吧 现在进行 就在下药目前进行 对 到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要做完 都做完 明年就有真正可以来 应该美国的话大概三月就会结束 那到台湾大概可能要到六月以后 因为这是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每到寒冬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的话因为大陆线又开放那个我们的他的细群又开放那个屠宰的这个部分 那开放的话那我们又担心说到时候我们在那边 那散布在六月就散布在广东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那我们每天出入的人这么多 最担心的就是群聚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您我们还是要快点那个有一个防患的措施 现在CDC还是对于这个所有的入境的管制啦 还有内部的这个管控 还有怀疑的有做一些检查都有在进行 我想是不是请CDC 那最主要是要您在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要重于那个我们在严禁的 严格的在这个把关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啦 有我们在检疫上面在就是机场跟港口这边都有在做进行 好那是最第一个最好把关的方向 那我希望说你在这个真的是还是把他照顾好好不好 好 集体把他那个把关好 那我再请那你们请回 那我再请那个部长一下 嗯 那我们现在小孩子的这个救起的那个 救起 我们WHOE也一直在讨论这一件的问题 要把我们那个 我们救起这部分 小孩 好谢谢 救起这部分 我们要把它降到50% 那我们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执行力是 是我们现在 我看现在图活力 还不是很理想 是 三四岁的这个小孩子 气同伙的这个那个 我前天也看到报纸说 啊这个我们注牙的这个小孩子 还有在百分之多少一下 百分之那个七八十一下 是 我这样是那个小孩子 晚上睡觉没有刷牙 还这么高 好像还是有一点危险 好像没有刷牙百分之二十 我这真的是还蛮蛮危险的 是 小委员报告非常感谢您的关心 那过去呢 因为包括在各界啦 大家对这个事情 我们也觉得这个也必须要加强共识 加强重视 所以我们已经定出来 二零二年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注牙率减一半 所以会减到百分之四十以下 就会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 另外呢 十二岁的取死数 我们也会把它减半 那目前屠佛的这个比率 经过我们这一两年的努力呢 已经提高到百分之七 我们会再继续努力 对 虽然现在才二零一三年啦 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二零的话 还有七年的时间呢 就是新生出来的 那如果说这个教育的这个区块 我现在都已经在 卫教的这个区块 像我们在用那个 我们小婴儿 那个母乳 对 这个母乳的话 那个成长力好像蛮快的 现在的那个婴儿好像都知道说 要卫母乳 对 那也是我们努力贡献来 我们努力来 来这样做一个卫教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们同样可以在卫教 我们在卫母乳的这个区块 我们为什么迷可以同时 在这个做卫教的那个小孩子牙齿 要怎么去刷 这个也同样都可以做了 为什么要只要二零五年才会这样 没有没有 才可以这样到五十年 那是因为小孩子已经注掉就注掉了 注掉牙齿就算拔掉 还是算注掉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注的这些 是不可能去把它变成 再做的再好 是避免它进一步恶化 所以它是接下来这些小朋友 新长的牙齿 新长的牙齿 要把它照顾好 这个注牙率80% 这随便一小个地方就已经算是了 因为一切到六岁七岁的这个区块 它是会在换牙齿的 虽然注掉 你给它保养好的话 它在长牙齿的时候 它在换新牙齿的话 它会比较漂亮一点 有些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双管旗下 如此的部分用图佛 那么横齿的部分我们用卧钩丰田 我们明年我们已经编了预算 那如果我们立法院通过的话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做这个旧子 窩钩丰田 所以我们针对小朋友跟大朋友 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划的 所以在这个规划的话 我希望说我们在学室 因为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这样的资源 就要应付了卫教哪里 或者是卫生所的那个万人见检 或者是那个县市的万人见检 或者是在哪一种场合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结合 因为我们的资源很多 通路我们的通路也很多 资源很多跟我们的通路也同样很多 好不好 照顾好我们小孩子的那个牙齿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老鼻 而且欧尾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每一年都到瑞士去开会 我希望说我们的成绩会比较 再非访一点 好不好 好 再来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乳癌的这个部分 我们乳癌的这个部分 好像也是积高不下 在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有提 我们有扣到说检查 本来是50岁到69岁 那现在我们有提升到 45岁到69岁 提早 又提早45岁来做 那个检查这个乳癌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的成绩呢 我们现在成绩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呢 像委员 报告我们女性接受 这个筛检的比例有在提高 而且我们发现的绝大多数 有八到九成的都是早期的乳癌 都能够完全来根治 所以目前的成效是相当好 那我们所定的这个筛检目标也都有达到 因为像概化呢 有一个好像米粒大的概化的这个部分 它必须要透过用这个那个X光照 还是什么照 才有办法才把它检验出来 用手刺摸的话还是没办法检验出来 是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照顾你性的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还是要加把劲 好不好 我们会来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